我是霍霍 给我一个判官 这个B班我是一天都不想上了 每天不仅要和灵异事件打交道 还有整理永远整理不完的文件 当然 还有那种成名的人偶同事 如果辞职的话 我未免有点太亏了 不如让世王司把我开除 还能捞一笔补偿 只要我敲点电源 再用备用蜡烛点燃文件 就能给世王司大来知道算是 这一下就能名正言顺的被开除了 怎么停电了 我的文件还没保存呢 快去请傅玄大人 借用一下他的充电口 是不是下班了 难道停电了就没法工作了吗 作为世王司的成员 我们要时刻 凝对各种情况的准备 哎呀 都怪我粗心大意 居然把这么重要的文件都烧毁了 这可怎么办呀 全靠霍霍的胆大心系 在这次恶意停电的事件中 及时发现了夹在文件中的恶意合同 我们掌声鼓励 没关系 我还有plan B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你可是石王司的判官 我 我是个很胆小的人 这活我干不来 说出真的很难啊 你们应该清醒自己不是人 那就行 兄弟们 跟我大闹石王司 终于让我把你们一网打进来 全都带走 一个骗子 我早就猜到你们是一伙的 我是霍霍 本来想辞职的我 居然又感受到了工作的魅力 现在请霍霍发表自己的竞争感想 在这里 我要感谢一直支持我的同事们 还有石王司的大力赞品 问您个问题 您对于公司的制度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建议 石王司可以将工作合理分配到个人 最好是能杜绝加班现象 谢谢